今天的美食爆麻仔要帶大家到宜蘭市區的這一間懷舊餐廳 300坪的超大空間 是用許多古早味的古腕來裝飾的喔 來到這裡不只可以品嘗創意家常菜 酒足飯堡之後還可以跟老闆互動 玩把煮吃冰淇淋到處照相留念 冰果市 玩把煮吃冰淇淋 是小時候再單純美好不過的童年樂趣 以往只能回憶的場景 到了宜蘭這間餐廳終於可以不用再想像 老闆陳俊玲要用他的夢想 帶你搭乘一次時光穿梭機 像我們有冰果市之類的主題 這裡面就是我們就想說 以前想說這麼喜歡吃的東西 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拿來這邊賣 甚至於就是以一個元素來跟客人做一個互動 電影院 電話亭 農農懷舊風 讓人拍照拍不停 而且這裡的料理老闆也很有創意 用皮蛋和豬肉合作竟然可以意外地合拍 關鍵就在於主廚自製的特調醬料 最後勾芡成濃稠的感覺就可以上桌配飯 全黑的顏色讓老闆取名為黑嚕嚕 儘管看似平凡 卻能擁有讓人筷子停不下來的獨特魅力 都續盤 因為光那一道菜就可以吃三碗飯 它有皮蛋 有絞肉下去做的 招牌還有用辣椒醬調味的辣椒鮮蝦 旁邊還會點綴烤過的蘋果麵包增加香氣 也是人氣首選 很像那種玉米濃湯的感覺 然後它也沾起來味道非常的十足 想知道宜蘭哪裡還有好吃的特色料理嗎